那往前看,我想有几个合作的项目正在进行中, 第一个我想我现在能够想到的,比方说第三个G2G的合作项目, 正在构想中, 那我们也正在探讨,积极地在探讨说有一个升级版的新加坡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, 您看这个东西会能够给我们双边关系带来一个怎样的推动力? 当然,我们希望是一个积极地向前进的推动力。 具体内容我们还在谈, 因为这个第三个G2G合作项目是配合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宏图而设立的。 那我们有一个原则上的构想, 就是这个是一个现代物流互联互通的一个项目。 那项目的位置呢,我们有三个可能性, 在重庆,或者在成都,或者在西安。 这三个地方我们都去考察过了, 可是还没有敲定最后一个位置, 我们希望跟中方讨论, 在今年能够敲定这个位置和这个内容。 那我们的双方自由贸易协定, 我们希望有一个升级版, 因为我们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已经好几年了, 那世界改变了, 中国跟其他国家也签署了不少的自由贸易协定。 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当然比旧的, 来得完整,来得更包罗性。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也能够有一个升级版。 所以我们跟中方讨论, 我们已经同意实行一个Joint Scoping Study。 这个核文很难翻译, 不过中国方面他们叫做升级谈判工作组。 升级谈判研究工作组。 所以有很多层次, 但是无论如何, 我们要升级, 所以必须谈判, 谈判之前必须研究, 研究之前必须有小组。 所以工作已经开始了, 那希望今年能够真正开始谈判。 感谢观看。